現在開箱的是銀口雅西服黃奇萊燈 這是16樓的那個1號房 當然是在最佼佼的 開箱啊 哇 蠻大的 對啊 它行政套房 然後它一進門就是一個那個 客座跟餐廳放在一起 這應該是一個小酒吧 好 空間很大欸 然後這裡是客廁 客廁 很隱喻的一個 就是客人上了廁所 客廁也有那個 還有洗手台 對啊 這裡是洗手台 好 好 好 就是算是空間還算 客廁還說算是 空間還算 對 對啊 這這個燈很漂亮 它有一個那種錫定的 就是窗戶是一個 L型 落地窗欸 它不是電動的 它不是電動的 它是手動的 就是可以看到外面這樣 不過因為對面是大狗 所以這邊的景 它可以看到太陽下山 嗯 在兩棟建築的後面 然後桌上有冰 餅乾 果汁跟啤酒 醋琴果汁 那一些 就是 很擦盤什麼的 廚房用具都帶著 還有一些茶 什麼廚房上去 我都看不到 就是像是一些那個 熱水器啊 熱水壺 喔 就是加溫的 自己加熱 然後冰 冰箱咖啡茶 的那個杯子 它好像沒有那個 沒有 沒有咖啡機 咖啡機應該是在這裡 沒有 都沒有咖啡機 咖啡機 我第一次看到 套房沒有咖啡機的喔 它是用泡的 對 它是直接給 用泡 好 然後這個是放神秘的地方 放這裡 這是什麼地方 神秘的地方 這是一個神秘的空間 很大 我看 它這裡是 更衣室 這是衣櫥 還蠻大的 對 非常的大 就是 以一個小空間 而不是像那個 在 壁櫥那種的 然後這邊也可以出去 哇 就是從兩邊出去 可以玩賭貓貓的 呵呵 搞自閉也可以 欸這個是一個桌子耶 可以 這是一個化妝台 嗯 那個桌子 一個抽屜 這是一些洗衣袋 喔 逃生設備 再用一個 逃生設備 今天4月4號 這是那個防火 有的那個 那個洋氣袋 對 這個是 那個 如果有貴重物品 然後它很貼心的 就是 欸 知道我們 萬豪會員 對 知道你們習慣 習慣性 我在後面都會寫上 我的習慣是什麼 他們都會幫我記錄下來 爽啊 然後 這是房間 你以前好大 還有那個 我覺得我還蠻喜歡這個樣子 就是 有一種 牆壁有種質感 不會讓你覺得 就是一個 其實這要退很後面 才能照得到全部 呵呵呵呵 像這個 浴缸就蠻大的 可以塞進去 你說把你塞進去喔 直接進去 你可以直接 你可以直接 示範一下 這個可以 那 185公分的 然後 100多公分 肥仔 對 塞的進去 可以齁 不過普通的 應該可以塞進去 我覺得 我很喜歡它的這個 霸比石的花紋 很漂亮 很漂亮 這是淋浴的 淋浴的 花灑 它是用那種擠的那種 我覺得它在細節上面 可能沒有那麼好 它雖然說 裝潢的不錯 但它的 細節 像人家沐浴 會給人家那種 就是 一瓶一瓶的 它不是像是 像是那種 正快 對 正快 就是限量使用 不過這邊是兩個 兩個洗手台 這邊有附 樹頭水跟乳液 還不錯啊 對 乳液 然後 還有水 它浴鏡都在這樣 然後那個洗衣欄 那這是那個 馬桶 喔這是 就是主人使用馬桶嗎 不是客人 客人比較大 客人比較大 這樣看過去也不錯啊 嗯 然後它主要是 它客廳的地板 是大理石 然後這邊就變得 是比較 那個 木質的地板 就比較穩 地板比較漂亮 比較舒服 有兩種地板 我覺得它這個地板 應該沒什麼人 還沒有什麼人 使用過的感覺 就是 看起來 很 很新 這邊 這邊就比較可以看出去 喔 就是剛好 在兩棟樓之間 可以看到一點小景色 欸其實蠻漂亮的耶 又會以都市的景觀來講 它也可以看到遠方的那個捷運有沒有 捷運的那個路線 你看看 而且它的床單也蠻漂亮的 那格子 它的是那種 像 風車一樣的格 的那個格 床頭燈要不要打開看看 欸它床頭燈很特別的是 它還有USB的充電線 充電器 它有兩種燈 一個是本身的燈 一個就是照 照在這邊 喔 有差別嗎 它照的地方不一樣 它是照的 那你找到USB跟插座 喔 那這個咧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 直鐘 是 喔好像是廣 可以聽廣播吧 還是什麼 擴音器 現在應該都可以藍牙吧 它房間跟客廳都有個大電視 這應該是65吋 欸啊晚上泡澡舒服 對啊 而且它也是有附那個 三溫暖 然後一個可以 跑步的那個健身房 還有附牙齡 還有游泳池 對 然後最主要是 你去游泳池跟上 你在使用的時候 它的那個裡面 就有那個兒童 兒童那個 就是兒童區 遊樂區 對你可以安心的 小朋友不會跑出去 因為跑不出去 你就可以丟給它 然後你就可以去 它門是 繁鎖的 對 就可以去那個三溫暖裡面放鬆 或者是游泳放鬆都可以 都是 那個如果有家庭的話 也是很適合來 這樣 對啊 它是沒有那個 那個行政酒廊 然後我們用點數 我很好的點數 就它 它是問我要點數還是早餐 我選擇的是早餐 所以明天早上可以去看一下早餐 好不好 先把啤酒盯起來 好啊 然後這個空間可以招待朋友 如果假設有朋友要來這邊找你的話 聊天的話 還蠻適合的 OK 這就是今天的介紹 這一間是行政套房的房型 我們是用點數房去換 然後它幫我們直接升等 因為 是 對 因為是那個萬豪的會員 他是白金會員有升等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可以住到這間房型 好 拜拜